我和女友是相亲认识的,第一次见面她就跟我打白,说她离过三次婚,已经32岁,只是比我大两岁,况且婚姻不合适离了就离了,我也不计较她的过去,只要她的未来是我的就好了。 我跟她交往期间还算是甜蜜的,虽然她比我大,不过大部分时候都是我照顾她,除了大半年,我觉得我已经明白自己的心意,于是跟她求婚了,女友一口答应我,还不要任何的彩礼,愿意跟我落婚,我真的很感动,但是还是会给她一个盛大的婚礼。 打正那天我们约好了早早来到民政局,结果工作人员无意间一句话让我猛了,她说,真看不出来,原来你们之间相差十岁啊,保养得真好,我一下子抢过她手里的身份证。 看了一眼,女友居然已经四十岁了,足足大我十岁,她在相亲的时候谎报年纪,我真的不能接受,我当时就反悔了,扭头就冲出了民政局,女友在后面追我,质问我,我告诉她,我最讨厌别人骗我,哪怕她一开始跟我说她四十岁了,我也不会反应这么激烈, 可是现在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这件事,我真的不能接受,我跟她提出分手,女友骂我是小心眼,根本不是真心要跟她结婚,我只能说是她违反了游戏规则,一开始就不是真心的。 我提出分手,她不同意还去我家闹,被我妈赶了出去,虽然我承认我妈的嘴有点恶毒,不过谁叫她一开始就骗我呢?我的心不是石头蛋,是我实在过不了那道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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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